那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 为什么在自己的主场 输给了弹丸之地的日本呢 是因为致远舰就须有其表 之前的实力都吹出来的 我跟你说还真不是 咱们看过《甲午风云》这电影的 各位伙伴们应该都记得 有这么一幕啊 李鸿章到致远舰上巡查 原本呢练兵猎身这一切 都是非常的井然有序 欢迎他的礼炮 没响 于是呢有人就想借这个 搞点事情 让这李鸿章 治罪这个致远舰 丁姐们 这礼炮为什么不响啊 这 这是对上不公啊 丙中堂 邓氏昌练兵友帮 李鸿赏您 可是刚才的李鸿 请丙中堂 邓大人一贯是藐视上司 这是军心对上不公 以应之罪 这时候志远舰舰长邓世昌 站出来了 对李鸿章就说了 中堂 石材里炮不响 这些弹力不要 全是沙子 沙子 像这样的炮弹 标下船上 还有二百多发 是前三天 从天津军系局发的 中堂阁下 我们美国新式炮弹的优越性 是不能怀疑的 至于这沙子们 我想是有人谋求私利 从中捣鬼 大伙听听吗 大炮里边不是弹药 全是沙子 那不糊弄滚的吗 这样的火药装备 那再好这舰船 有啥用啊 没有用武之地 蒙古城 在 为什么不开炮啊 开炮了 灯牌人 那为什么不响啊 这些都打不响 您看 是不是受了超湿啊 不会 这是三天前刚运来的 等会儿打吧 不准用电毁运来的炮弹 是 电影虽然说有演绎 有夸张的成分 有艺术加工 但是当时清政府的的确确 挪用了海军军费 那是挪用这些钱干啥去了呢 给慈禧太后过生日 咱们有七八年没填一搜信件了吧 我马上给李仲棠发电报 我担心李仲棠拿不出那么多银子 对啊 咱们这些年海军的军费 大部分都给太皇六十大寿 秀余会员去了 又是来要银子啊 这阵子 大清的海上不是没什么事吗 折 折子 折子上说日本的海军已经大大增强了 咱这大清受洋人欺负忍了就算了 这东洋一个小国 它能翻起什么浪来啊 我看哪 还是把我这寿臣做完了再说吧 那慈禧是高兴了 但是那海军上下这些官兵们可遭了罪了 王家剑到了吗 刚进港 太慢了 从广东开来三千赶到 已经是最高速了 立志的东西晚到一天就会烂掉 太后只要吃到一颗烂的 谁也担待不起 以往不是运到天津吗 今天浪大 只好终足进港必封 堂堂大清的军舰 竟成了太后的私家伙权乱说 没给剑队中带点经费 李仲棠